全國人民代表常務委員會 今早通過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 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的辦法 和表決的程序 去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我對此表示支持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之後 立法會的議席將會增加到九十席 它的組成也有改變 我認為這些安排是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也更能兼顧社會各界和各階層的關注 我相信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行政立法機關既可互相制衡 亦都可以互相配合 亦都可以互相配合 等政府和社會各界 能夠更加聚焦處理 香港迫切的經濟和民生的問題 由於時間的緊迫 立法會已經成立相關的小組委員會 已經展開工作 政府希望能夠盡快向立法會提交 要修改本地的法例的條例草案 等草案在立法會首讀之後 小組委員會 隨即可以轉為法案委員會 把握時間去詳細審議法案的條文 另外 立法會換屆選舉 將在今年12月舉行 第六屆立法會任期 將會延長到本年的年底 在這段時間 立法會除了會盡快處理 修訂相關選舉法例和法案之外 亦都有很多項涉及經濟和民生的法案 和撥款的項目等等 需要本屆任期終止前去完成審議